何晓鸾 何晓鸾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之前是怎么说的 年萌 我非常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咱们那个协议一直在走流程 合同在签字花牙之前 所有的口头成的都是不作数的 这个我想你是知道的 何晓鸾 你在说什么呢 你赶紧照个萌萌商量好的来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尤其 这是工作上的事你别管 不行 我不能让他欺负你 老何 你听见没有 我不管合同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必须给我改回来 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尤其 你别瞎掺和了 你没过家家呢 说改就改 你其实根本就没想帮这个忙 对不对 你跟我和陆总蛮口谎话 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宁萌 咱们俩是同行 他不懂 你也不懂吗 金融市场变化莫测 是我一个人可以控制得了的吗 我只是上海分公司的一个小经理 我上面还有很多人哪 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他当然有好处 而且还拿了不少好处 对吧 何总 听不吗 话可不能乱说 这档子事你到底是怎么办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还咋想咋想 陆总 手机落在护士台了 谢谢你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何悦伦会把事搬成这样 我现在没有心思讨论这一事了 你回去吧 你回去吧 小宁 刘云 你来了 手术还要多久啊 医生说 他这次初学面积比较大 估计要很长时间呢 要是有什么需要 您就跟我说 放心吧 让他静一静吧 让他静一静吧